歡迎大家回來第26集的《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對我這個節目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和按鈴鐺 另外請留言和讚好 最好追蹤我的Facebook專頁和個人的Facebook專頁 因為很多時候在節目完結後都會想到一些補充 或者是有些口快說錯的東西需要更正 都會在Facebook專頁看出來 亦都可以比較自由地大家交流 回來第26集 今次我們想說的依然都是一部日本片 片名叫《淺田家》 這個電影我看完之後就查一下導演名 導演名叫《中野良泰》 2016年的電影 但印象就不太清晰 這部電影是公澤李維主演 因為他的演出在整部電影上相當精彩 我記得這部電影是拿過日本電影獎的最佳女主角 另外另一部電影是《2019年的漫長的告別》 那個電影名很熟悉 但又不確定有沒有看過 後來再找回資料 發現原來都看過 亦都是因為準備今次的節目 或者是對中野良泰的興趣 所以我兩部電影都看回 所以今次講《淺野家》 都會是和《淺田家》 都會是和這兩部電影一起相提並論 因為很多主題上 或者是關注上 其實都有一個連貫性 甚至你都看到導演一路的進步 或者講一講中野良泰的資料給大家聽 他是在1973年出生 今年應該是48歲 還算是相當年輕的一個導演 他是在2000年的時候 在日本影畫大學畢業的 畢業那一年他的畢業作品 其實就已經拿了學院的一個叫做金尊昌瓶獎 畢業了之後 他就第一部的長編的導演作品 就是在2012年 一部叫做邦爸爸拍張照 這部電影台灣也有做過 但香港應該就沒有做過 之後就是去到2016年的幸福操堂 也是他後中的第一部商業性的作品 事實上那部電影都很成功 而且獲得了很多很多獎 主角就是龔澤李偉和小田切楊 另外那時候還有重版圖李是剛剛出道的 他獲得了什麼獎呢 我讀一讀 有報知電影獎的最佳電影最佳導演 以及龔澤李偉的最佳女主角 又有高期電影節的最佳導演 橫濱電影節的最佳導演和編劇 和日本電影批評家大獎的最佳導演獎 成績相當兩例 2019年的漫長告別 就是由倉井優、山崎怒、竹內傑子 是主演的 卡士其實都相當大 也獲得了第十一屆的 他麻電影獎的最佳電影 然後就去到這部淺田家 三個戲來講 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 包括他之前的電影 他一直都有份參與編劇 或者是自己編劇 或者是跟別人合編 比如去到幸福操堂 更加是他自己的短編小說去改編的 這個淺田家和漫長的告別都有編著 漫長的告別的編著都相當長笑 就是一個叫做中道經子的作家的長笑小說 淺田家更特別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過的電影 或者是看過的資料都知道 電影裡面的淺田這個人物 就是淺田政治這個人物 這個主角其實是一個攝影家 淺田家其實是改編自淺田政治的個人生平 還有他一本的寫真集 就叫做淺田家 另外一本寫真集有參考的 就叫做想賊的力量 這個我們待會兒再講 或者可以從這個幸福操堂講起先 幸福操堂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引用中野梁泰的講法 他在這個戲裡面 他說他最初想探討的就是死亡 但是後來就發現純粹寫死亡都是不夠 還有必須要結合了一個家庭才可以寫死亡 所以幸福操堂其實是講一個家庭的故事 這個跟漫長的告別和淺田家都是一樣的 但是可以說以幸福操堂來說 就是最複雜的一個家庭 首先我們看到就是公澤李慧飾演的這個 叫商業這個女人的角色 一個中年女人帶著一個青春期的女兒 就是一個單親的家庭 他本來就是開操堂的 後來就放棄了 就是關了這個操堂 就開始打工 又在一間麵包店裡打工 初初就是母女相依為名 其實開頭一個比較長的篇幅 都是講她跟女兒的關係 她本身其實是一個挺堅強的女人 但是她的女兒相對上比較協懦和內向 在學校就經常受到其他女同學的欺凌 甚至有一次就因為上體育課 上完之後就自己的校服 原本的正式校服被她的女同學偷了 變成她只能夠穿著體育課的體育裝 運動裝上課 但當然就被老師斥責 亦都被其他同學取笑 但她又不敢說 只是說自己不見了體育 不見了自己的校服 甚至第二天都是拒絕上學的 公澤利惠就用一個很強硬的方法 一定要逼她自己面對欺凌 一定要逼她上學 兩母女其實產生了很大的衝突 最後女兒也上學了 上學之後 女兒也決定要面對這件事 在課堂中間脫掉自己的衣服 當然脫掉內衣褲 然後堅決地說 除非那些人給我一件衣服 否則我一直都不肯再穿一件衣服 然後就嘔吐了 結果對方就把校服送給她 基本上就克服了被欺凌和脅懦的一個性格 但到了這個時候 電影就不風一轉 都很突然 就說公澤利惠 突然知道自己原來患了二臟癌 而且已經擴散到一身 需要大概幾個月的生命 大概半年左右的生命 然後才揭發公澤利惠的老公 就是小田切羊 大概在一年之前就失蹤 他也在失蹤之後 才關閉了他經營的操堂 他就決定立刻在短時間裡 請了一個私家偵探 去檢查小田切羊在哪裡 因為小田切羊應該是離家出走 是有一段分外情的 之後被他找到 而小田切羊很奇怪 那個分外情的女人又離開了 就留下一個女兒給他 就不是他生的 一個大概是十歲大的女兒 結果公澤利惠就逼小田切羊 帶著女兒回來自己的家 因為他都透露了關於自己生癌症的事實 就變成一個四人家庭的故事 但是到了中間一半的時候 這個戲又不風一轉 又變成了一個road movie 因為公澤利惠就決定帶這兩個女兒 去一個很長的旅程 原來這個旅程裡面 公澤利惠就帶了他去一間餐館 在很遠的餐館 那餐館裡面就說帶他去吃這個長腳蟹 但是餐館裡面原來有一個龍啞的一個女士 聽到完龍啞的女士 就是他十幾歲大的女兒的親生媽媽 公澤利惠其實就是第三者 小田切羊最初是跟龍啞的女人結婚 就生了這個女兒 後來龍啞的母親就離家出走 然後公澤利惠就跟小田切羊結婚 所以養了這個不是他親生的女兒 很複雜的故事 後來就是因為公澤利惠的死 所以其實是令到每一個人都好像 得到一個lesson 都要重新振作 都要面對著自己生命上高所有的缺失 所有的problems 甚至也加插了一個龐之的人物 就是松阪桃李 就是一個離家出走的青年 就是萬無目的 然後就通過他搭公澤利惠的順風車 然後公澤利惠又鼓勵他去找一個人生的目標 整個戲就是公澤利惠死 而他的死甚至令到一直都很吊兒郎當 很優柔寡斷的小田切羊 亦都是決定收拾心情再次經營這個操堂 就是用心去經營這個操堂 就跟那兩個女兒帶著那兩個女兒成長 是這樣的故事 這次看其實都是覺得這個故事 真的兜來兜去兜來兜去 還有就是很喜歡每一個階段都給了一些驚喜的 但是就 嚴格來說那個說服力不是很強的 甚至覺得有些地方是奇情那頭 好像一波未完一波又起 還有公澤利惠那個所謂很堅強的女性 當然是很突出的一個描寫 但是始終都有少少是 就是堆砌的感覺是很強烈的 而且去到拉尾真的有些難免是善情的感覺 但是這個戲當然出發點好 動機好良好 也可以說很勵志 整個的製作 包括演員 也都是很難去挑剔的 特別是公澤利惠 分身的演出 小田徹仰也都很釣而狼當的感覺 也都很傳實 但是 就是這兩個人民的反差太大了 一個就是去到 真是很憂柔寡斷 甚至去到好像很沒有性格 甚至你不知道他 即是搓完又可以 搓扁又可以 一時他已經試過有 即是 因為他老婆出走 那就已經是再娶過公澤利惠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又沒有交代 為什麼他中間又再 因為另外一個女人 又出走 出走了之後 那個女人又離開他之後 他又不知為什麼 又不肯回去公澤利惠那裏 甚至拉美公澤利惠 即是 已經餓病了 在醫院裏面 他又有少少 經常不敢去面對 公澤利惠的 很多時候都要一個女兒去探討他 就變成一個女兒 甚至是 take up 了一個母親的責任 或者是一個妻子的責任 那戲我覺得是 不能夠說是完全成功 但是他的一些描寫 或者一些母題 其實是延續著 在漫長的告別和淺田家 都有更加改善的發展 那這些主題是什麼 這些母題是什麼 我們留待下一節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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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